上周台行政管理机构负责人苏贞昌接受质询时 不敢承诺不停电 还恼羞成怒转移焦点反质询蒋万安称 你祖父还承诺过所谓反攻大陆 今天苏贞昌仍不罢休 将蒋万安比作猴子进行人身攻击 你爬得高才会被看到红屁股 对此蒋万安受访时表示 苏贞昌谩骂叫嚣宣泄情绪 甚至人身攻击口不择言 这是最坏的示范 用谩骂甚至后来继续人身攻击叫嚣的方式 几乎就是活在一个平行的宇宙 我要再次重申人员问题不分党派 苏贞昌接受质询时态度之差 甚至连绿营人士都看不下去 民进党民代赖瑞龙就指出 苏贞昌的言行与他的身份不相配 我认为要展现他的高度 也不需要对进行反质询 甚至一些相关的攻击 今天上午国民党智库举行拒绝缺电家园 台湾能源政策总检讨研讨会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受访时表示 台湾民众最担忧的是缺电 工商企业受害最深也是缺电 这是对苏贞昌很大的警醒 不要再耍嘴皮 赶快召开能源会议 你耍再多的嘴皮 你骂再多的朱立伦 你呛再多的蒋万安 解决不了缺电的问题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